《长月静明》是由罗芸汐,白鹿领衔出演的仙侠剧,讲述了一代魔神蛋台禁与横阳宗掌门之女黎苏苏三世聂恋的故事。 《长月静明》正在热播,在剧中,黎苏苏有四个爹,四个爹三个并非亲生,虽然并非亲生,但却让黎苏苏这个神女感受到了世间亲情的温暖。 黎苏苏的第一个爹就是瞿玄子。瞿玄子是横阳宗的掌门,也是他收养了黎苏苏,把黎苏苏当作亲生女儿看待。 剧情开头瞿玄子就被新魔神屠杀,直到黎苏苏回到五百年前,才逆转了宿命,那些了被新魔神所杀的仙门都重生了。 黎苏苏苏再次见到了父亲瞿玄子。可即便黎苏苏逆转了宿命,然而一切还是回到原点。黎苏苏父亲瞿玄子虽然这次不是被新魔神弹抬尽所杀,却是被野心膨胀的地缅所杀。 黎苏苏的第二个爹就是夜孝。黎苏苏穿越回到了五百年前夜家二小姐夜西物的身上,她再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 祖母和父亲都非常宠她,也难怪以前的夜西物这么恶毒。 原来是被给宠坏的。而这个爹的结局也不是很好。 但台明朗大军攻入景国,夜孝为了保护百姓而战死。 最后夜家六口人几乎团灭,只有夜清雨活到了最后。 黎苏苏的第三个爹就是棒王。 黎苏苏进入般若福生,变成了棒族的公主桑九。 棒族也是对这个女儿非常疼爱,原来是为了女儿的幸福,为女儿找个好归宿, 却没想到她低估了天欢的极度,最终导致灭族。 自己也被天欢杀害,女儿桑九入谋复仇。 黎苏苏的第四个爹地免,也是黎苏苏的亲生父亲。 黎苏苏是初皇和地免的女儿。 当初初皇重伤,导致女儿魂魄受损。 虽然初皇就回了女儿,但因为失去了一魄,才无法觉醒凤凰神力。 后来初皇身允,地免将女儿交给仙门渠玄子收养。 然而地免经过万年后,依然野心极大,还是想拿到邪谷成为魔神一统天下。 没想到黎苏苏的亲生父亲,才是剧中最大的反派。 却没想到地免将女儿改变的一切又拉回了原点, 但抬进为了阻止地免被迫成为新魔神。 总而言之,黎苏苏的这四个爹,三个不是亲生的爹爹,反而对黎苏苏很好。 而黎苏苏亲生父亲地免,只有自己的野心,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, 还成了最大反派,真的太讽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